在關心社會溫暖面的消息這是 當時掛胖包是傳統的時速 但隨著社會變成 胖包的輸球都是大大的減少 不過嘉義七一位手工胖包的業者 為照顧到老生麻痺的孩子 堅持手工製作胖包十多年 現在竟有企業愛心買到520個胖包 要關於華山基金會的獨居老人 嘉義七當市長來這間香菇媽媽 食人的鐵造中國風味的香菇 20幾年以來 王媽媽為了照顧老媽的孩子 沒辦法多次做工作 加上照顧醫療費用 已經開進半生的準款 十幾年前 透過過幾年的協助之下 完成了手作胖包的技術 開啟了胖包人生 他說新家娘第一年都要廣場方向 親平好友 現在一直都沒有他 就一直簡化了 所以漸漸當然生理比較不好 十分差不多差一分 對 嘉義七當市長也能得 又到後面 憲平黎以及華山基金會的四天 今天到當時 將香菇媽媽所提出的520個香菇買下 希望透過十多的行動 憲相對王媽媽母的兒子很好 我這邊來幫助 希望她的小朋友 身體健康 讓她的行李效 讓她的生活 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媽媽表示 中後路 當時來這條街 原本有很多製造香菇的店街 因為事實不一樣 趕一間的館 秋冬製造香菇也只剩一路 她非常感謝工黨署長 對她無所謂的關心 帶到愛心香菇 最新新聞 蔡平東 嘉義七 蔡克文 播東